50年代的美国 最快的不是汽车 而是路边餐馆 付钱 取餐 只需短短10秒 就能拿到热腾腾的美食 老雷愣在当场 看着纸袋和杯子 甚至不知该从何下口 旁边孩子们吃得一脸开心 他这才决定大胆尝试 狠狠咬下一口 葱软的面包 搭配多汁的肉饼 一句随口的赞美 就为他打开一扇金拱门 看似不起眼的清洁工 就是麦当劳的创始人 他热情地邀请老雷 到后出餐馆制作过程 也正是这次深入厨房 让他看出快餐界的巨大商机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老雷依旧要每日奔波 他名下有家电器公司 却只有一名员工 老雷负责外出销售 员工则舒服地坐在办公室 而他们售卖的产品 是新型的五轴奶昔搅拌机 可一般餐馆 一次只做一杯奶昔 单轴搅拌机足以应对 所以他跑遍整个美国 也没谈成一单生意 他打电话回公司 询问还有多少固存 却在秘书嘴里得知 他们有了一大笔订单 加州一间汽车餐厅 一次性订了六台搅拌机 老雷直呼这不可能 没有餐厅会卖那么多的奶昔 再三确认以后 他给餐厅打出电话 果然是秘书弄错了 他们订的是八台机器 对于突然掉下来的馅饼 老雷从来都是来者不惧 但他也十分好奇 这个大客户到底有多大的生意 于是他决定 亲自去拜访这家餐馆 可查过地图他才发现 他要驾车横跨美国 不尽人意 甚至点的配餐 偶尔还会送错 而他到了加州 却惊奇地发现 名叫麦当劳的餐厅 门口却大排长楼 得知老雷就是搅拌机的供应商 马克要请他参观后厨 刚一进门 老雷就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 相比于其他餐厅 这里更像一家工厂 设备摆放井然有序 厨师更像在流水线上 生产汉堡薯条的工人 马克向他解释 这是他们的创新 不同于其他汽车餐厅 他们更追求效率 为了打造高效厨房 兄弟二人在一片空地 画上所有设备的摆放位置 再让员工模拟练习 追求最启致的初三速度 遇到不合理的地方 立刻进行调整 几次训练以后 便得出最佳方案 同时他们敢用纸质包装 取消前台的送餐人员 大大节省清洗餐具 和服务客户的成本 餐厅的一切 都按照兄弟俩的设定 有条不紊的运行着 细节的把控 搭配高效的服务 让麦当劳餐厅 火爆整个加州 夜里老雷辗转难眠 今天看到的一切 仿佛就是一台 在高效运转的印钞机 于是隔天一早 他拦下兄弟二人 向他们提出 要申请麦当劳的 特许经营权 没想到昨天 还热情好客的 麦当劳兄弟 竟冷冰冰地拒绝了他 刚出炉的面包 挤上酱料 放上黄瓜 再撒上少许洋葱 最后加入一片 滋滋冒油的肉饼 一份15每分的汉堡 只用30秒边制作完成 而这样的流水线模式 可以让麦当劳餐厅 每天生产上千份的汉堡 老雷看出这里面的商机 决定卖掉公司 收购他们的特许经营权 可麦当劳兄弟 却果断拒绝他的好意 他们也试过去开连锁店 然而无一例外 都无法达到总店的标准 不但管理混乱不堪 就连食物品质 也是森字不齐 即便聘请专人监管 还是无法达到满意的水平 就算老雷说破了天 两兄弟也不愿再度冒险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却无意中看到墙上的照片 明晃晃的M型标志 瞬间吸引老雷的注意 老雷仿佛看到希望 极客动身前去考察 霓虹灯组成的金色标志 配合着红白相间的餐厅外观 立刻给了他新的灵感 于是他火速赶回加州 再次拜访了麦当劳兄弟 在他还是推销员的时候 他曾去过各式各样的小镇 他们无一例外 都有两座标志性建筑 挂着十字架的教堂 和飘着旗帜的法院 老雷从这找到灵感 他又让麦当劳 成为城镇的第三标志 老雷塑造的美国梦 成功打动了麦当劳兄弟 在一份厚厚的合同上 老雷如愿以偿见下大名 为了店铺顺利扩张 老雷卖掉了家里的房产 接着谈价可口可乐 成为餐厅的广告赞助 不懈努力之下 很快老雷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家餐厅 他也像兄弟俩一样 仔细把控每一个环节 果然开业当天 门外排起场队 这也给忙碌的老雷 打了一记强心针 在社区聚会上 他不顾朋友们的嘲笑 认真介绍起餐厅的生意 几个富豪被他说动 果断加盟了他的门店 然而老雷不顾一切的扩张策略 却引得敌客忧心忡忡 他担心加盟店会重蹈覆辙 影响麦当劳餐厅的品质 果然事情如他所料 老雷很快发现 新店爆发出各种问题 混乱的菜单 肮脏的环境 就连引以为傲的汉堡 也让他看得直犯恶心 他拎着半生不熟的肉饼 质问投资的富豪 就用这种产品糊弄顾客 几人却没有一丝愧疚 他们是只讲回报的商人 不是把贡品质的匠人 因为理念不合 老雷收回了加盟资质 当他回到公司 恰巧有人上门推销 而在这个男人身上 老雷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 他突然意识到 只有像他这样 为了生活努力奋斗的人 才不会辜负每一次机遇 于是他开始四处演讲 招揽更多有梦想的奋斗者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麦当劳餐厅 就在美国遍地开花 老雷也因此一举成名 可在加州总店的麦当劳兄弟 这时却偶然发现 自己的餐厅地址 并未收录在 麦当劳餐厅的名单里 他们愤怒地给老雷打去电话 却发现自己已经 被老雷踢出了局 十年以上的卖门人都知道哈 金拱门最初刷的 不是炸鸡汉堡 而是黏乎乎的奶昔 甚至外网还流传一种 喝了就会原地爆炸的版本 虽然在亚洲地区 奶昔已渐渐销声匿迹 但却不可否认 它依旧是麦当劳标志性的产品之一 尤其是在品牌创建初期 奶昔甚至影响了麦当劳的走向 女人将奶昔粉倒进杯子里搅拌 不一会儿 便做好了一杯奶昔 老雷尝了一口 跟限榨奶昔并无差别 而节省出的材料成本 以及高昂的仓储费用 每年的卫餐厅 节约数百万美金 于是他再次联系麦当劳兄弟 希望在全国店铺推广这种产品 可迪克却怎么也不肯同意 没有牛奶的奶昔粉 违背了兄弟俩的初心 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 此时的老雷 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 因为品牌一直在扩张 老雷需要更庞大的资金支持 可银行却在评估以后 拒绝了他的贷款申请 然而一个年轻的银行经理 觉得这时注意到他 哈利追上老雷 递给他一张名片 表示自己能够帮他 走出目前的困境 通过仔细核对 他发现老雷经营商的问题 培养出一家加盟店 他只能从餐饮中 获得1.4%的利润 可如果他贷款买下土地 再转手租给加盟商开店 就可以利用租金 偿还欠下的贷款 从而保持资金流动 稳定地扩大生意 并且租出去的店面 更有利于统一管理 品质监控由总部负责 随时都能提出不听话的加盟者 听过哈利的建议 老雷如梦出行 开始迅速将麦当劳的重心 从餐饮转到地产行业 他成立了地产公司 麦当劳也迎来第二波迅猛扩张 老雷的实力愈发雄厚 甚至买下了麦当劳第一家店铺所在的土地 汉堡店的创始人麦当劳兄弟 反而成了老雷的足客 对品牌的控制权 也被锁定在餐馆范围里 很快老雷的本性开始暴露无疑 即便违反合同上的约定 他还是开始推广奶昔粉 麦当劳兄弟虽然愤怒不已 但看着厚厚的一大违约金 他们的抗议也只是徒劳 老雷最终以270万美金 买下了麦当劳的版权和股份 还以1%的永久利润 承诺他们兄弟会好好对待他们的品牌 然而这只是口头约定 直到招牌被换掉的那天 兄弟俩也没见过这1%的利润 谈判前 迪克曾问过老雷 他了解麦当劳的运作模式 也清楚高效运者需要哪些步骤 明明可以重新创造一家快餐 为什么非要用麦当劳这个名字 商场如战场 涉及利益的地方 永远会有刀光剑影 老雷成了一个冷血无情的商人 可他身上还有一点 值得每个人去学习 那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 有十五年初世纪的手持 המ�練 保持 старproduct肺围 富 Boss 一下百二十万美机 八千万美国 快速出国 观众 ��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even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one word persistence